大家知道我新開了Vlog嗎? 我會在裏面分享很多最新的資訊 歡迎大家去boecode.com 瀏覽 Hello 大家好 我是Boe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LC的收藏 今次來台灣我去了兩間LC 一間是林喉OLED 一間是中校那邊的門司 我自己就沒買過LC的鑄鐵鍋 因為我自己很少煮食 但我家裡有的 我本來也在用LC的鑄鐵鍋 我去旅行當然是不會拿這麼重的鐵花路門 我今次來台灣買LC就沒有買到鑄鐵鍋 買了其他小小的東西 我現在分享的是我在林喉OLED買到的 第一個就是這個 是不是很漂亮呢? 心形的 它有一個蓋子打開就是這樣 那些人可能用來煲湯或者烘焙 焗蛋糕都可以用的 即使你不煮食 你可以放一些小小的東西 食物 衣環都可以的 所以我就買了這個 很漂亮 超漂亮 第二個都是心形的 就是這兩個碟 超漂亮的 我是一組兩件買的 是有折 我忘記是多少錢 很漂亮 它的顏色跟剛剛那個有點不同 剛剛那個就是整個都是一個 這個就是有折扁的 好漂亮的 超漂亮的 我買的東西 放在桌上真的很便宜 之後就買了這個 這個是三件裝的 其實我買這個的時候 我還沒想到它會用來做什麼 但是我老公說 不管了買了 我又買了 我又買了 既然你批准我就買了 上面那兩個是小的 下面那是大的 用來收納 或者你真的拿來煮食 這個暫時我還沒想到它會做什麼 我應該會先放一些不是食物的東西 之後就買了這兩個碗 這個是一個藍色 一個粉紅色 就是我和老公一起用的 用來喝湯吃飯都可以的 這兩個都是漸變色的 很漂亮 之後接下來這兩件 我就是門市 雖然它不是OLED 但是它突然有一個地方 就是要你買兩件 就兩件都有門擠這樣 那我就買了 第一個就是這個 這個是水果叉 水果叉在OLED是不能買的 要在門市才買到 叉子就是這樣的 用來切水果用的 這個我其實都一直想買的 這個也是粉紅色 這個就是比較淡的粉紅色 是漸變的 有百度粉紅色 蠻積色的 蠻漂亮的 第二個就是這個碟 這個碟跟剛剛那個 叉的粉紅色一樣 都是有百度粉紅的 這個碟面可以用來放壽司 這個可以放醬油 這個可以放壽司 這個長型就比較少見一點 而且如果你不放壽司 你可以放魚 那些長型一點的食物都可以的 為什麼我要先拍這些 因為本身這些陶瓷的東西 是很容易打爛的 所以它們都會放在這些盒子裡 但是這些盒子實在太阿定了 所以我現在拿它出來拍完之後 我就會好好地拿衣服包著它 就是希望我的行李箱可以放下 還有希望沒有過重 因為它們真的很重 以後如果要煮東西吃的話 我再買鍋 現在就沒有一個我發揮廚藝的空間 也沒有什麼人敢吃我煮的東西 而且包裝袋也很漂亮 真的好漂亮 我要帶回澳門 是特別的場口才會用來裝些東西給人 很漂亮 我去吧 質素也可以 我分享就到這裡了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